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安紐Easy Talk 我是東武大學學生事務長李鵬章 部分的會計師的工作一定會被AI或者機器人所取代 但是會計師的這個角色是沒有辦法被AI給取代的 第一個必須要把會計跟資訊科技結合在一起 第二個部分就是要把審計跟資訊科技要把它結合在一起 再來就是審計工作要跟我們的法律要把它整合在一起 其實我們現在事務所已經不能叫做是會計師事務所 我們都叫幾次所謂的專業服務組織 而且需要你的客戶是一個更全面的一個Solution 你除了Accounting之外你還會什麼 這句話並不代表就是說Accounting不重要 而是Accounting這個東西已經變成最基本的東西 除了Accounting之外的東西如果沒有的話 就代表它附加價其實很少